不知道你在參加路跑賽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看到水佔有一盤鹽 甚至很多人跑過去都會跟你說 還要補充一點鹽 等一下後面才不會抽筋 這樣睡著嗎 在教員的角度呢 通常不會建議大家直接去拿鹽起來吃 然後再配水 因為這樣的滲透壓 可能身體沒辦法馬上吸收 甚至在吃完之後 身體可能會進入一個有點失衡的狀態 身體需要攝取更多水分 才有辦法達到平衡 所以我是不建議大家在參加馬拉雙的過程當中 看到補給子上有鹽就直接吃下去 因為這樣幫助其實不大 會建議大家可以多吸收一些運動飲料 或是電解質 會比較有效的可以維持身體的電解質平衡 從中醫的角度來看 其實吃鹽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鹽份在身體裡面儲存之後 它其實是會要更多的水分去把它中和 那以中醫來講其實 會堆積這些水分 就是會讓身體儲存一些濕氣 那這個濕氣反而是不利於你的運動 所以我們是不太建議